海关拉了出月美容一个男董事 涉嫌明知集团不能继续营运和欠租 仍然出售如矫色套票 违反商品及说明条例 有投诉人报称 先后购买一共200万套票 被捕价63岁男董事 被带到海关总部接受调查 出月美容旗下三间美容院 上个月突然停业 海关说收到667宗投诉 总金额达到3000万 调查发现集团欠租几个月 仍然接受顾客预告美容服务 涉嫌违反商品及说明条例 会继续调查出月美容的资金流向 有没有二常促销活动 以及了解前线销售人员 事前是否知识集团的营运状况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